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拜登直接就是批评川普了 践踏民主 践踏宪法 违背宪法 抓起来 但为什么不敢抓 一个前任总统违背宪法 违反宪法 那已经违法了 还有什么法力比宪法更大 没有了吧 那如果说川普已经违反宪法 你现任总统当然要发 要发出代表论 要不就是要动用你的司法部 对于前任总统进行司法追究 但是已经一年过后 到现在没有对前任总统 那么施予司法追究 还是用的是政治攻击 那主要目的在哪里 就是因为拜登的民调支持度太低了 而且是每况愈下 美国现在的选民聚焦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膨膨胀 通膨解决不了 拜登也说牛肉变贵了 然后呢 因为大家不是要你来说 我的太太说牛肉变贵了 大家要的是你拿出办法来解决 但目前没有 第二个 你有疫苗了 而且已经有一些药了 但是既然你的疫情比川普的时候 还要严重 还要失控 那你这么无能的一个总统 你难怪民调支持度低 可是问题就是你民调支持度低的时候 就利用一年的这个 美国最美丽的风景线 因为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创出来的话 也就是说当你在国内有抗争 有暴动 有占领国会 或是有占领这些街头运动的时候 都是最美丽的风景线 因为这是佩洛西的名言 那当美国的人民在去年的这个时间 在美国的国会展现出 美国最美丽的风景线的时候 拜登竟然还说 这是践踏宪法 这是违背民主 然后这是一个耻辱 美国民主的耻辱 那这个很奇怪 这个拜登你应该先去问一下佩洛西 那到底你的逻辑是对还是错 如果你是错 那我也是错了 那如果你是对 我也是对的 可是我现在竟然在批评 最美丽的风景线 那代表如果我是对的话 你佩洛西就错 错你就要道歉 所以他应该要先要求 他的民主党的众议院的议长 先认错道歉 说原来占领国会 占领这个街头 这个不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线 这是民主之词 这是践踏法律 好 你都确定了这个优先顺序以后 你才能够批评攻击这个川普 那你今天把川普批评攻击完了以后 坦白说 我觉得他会激起川普的斗志 他不会 因为川普这种人 不会你攻击我了以后 我就龟缩了 没有本来他是说好像要出来 自己要在这一天讲讲话 然后开个记者会 后来没有 就是大家说是怎样 是怕什么吗 缩了 结果果然不是 不会 川普的个性不会这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 川普开始反击的时候 如果你民主党在攻击 他在反击的一道越来越强的时候 我觉得川粉这些狂热的 或是这些激情的热情的 共和党的川普的支持者 我觉得他们会慢慢的会浮上来 分辈就拉高了 对分辈会拉高 动作会拉大 我觉得美国社会里面的对抗性 矛盾 会因为这样而开始越来越加的撕裂 好 那我们看 刚才不是讲了吗 拜登既然这么呛 那果然呢 像赖老师所说的 川普也不是吃素的 果然他也回话了 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赶快来看看 他说拜登以疯狂的边境政策 腐败的选举 灾难的能源政策 违线的授权 和毁灭性的停课 摧毁我们的国家 他今天用我的名字 试图进一步分裂美国 来 亮哥 所以川普有没有更呛 因为拜登还不只讲川普这个人 他还讲川普主义 已经渗透到整个共和党 他是没有用共和党啊 可是就是说已经渗透到处都是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坦诚 他没有及早面对是个错误 那结果他万也没想到 隔了一年结果川普的声势 完全没有下滑之势 尤其相对于彭斯啦 相对于那个McCarlo 我们昨天看的那张固 对对对对那川普反而是 完全就是居高不坠 那目前看起来 距离共和党可能挑战的人选民调相差非常遥远 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啊 然后今年其中选举眼看川普 目前川普已经背书了超过100个候选人 而且还在增加 还在增加 所以拜登这个动作事实上会让人家觉得他在搞政治 所以你为什么对美国 而且长达一年哦 就是川普主义 继续成为共和党的主流思想 你都不处理 就是赖老师刚刚讲的嘛 你应该早就应该做司法处理 你如果做司法处理 那这个是对川普唯一的筹码啦 你跟他搞政治没有用的啦 因为他斗志非常昂扬啦 一定跟你都斗到底啊 而且事实上去年的那个国会暴动的时候 他还募款啊 募到了2.5亿美金 是啊而且不是后来还说什么 他好像是在饭店里面还在那里遥控 还在那边完全不处理 你不能用遥控这两个字 因为如果是遥控他就已经犯罪了 他就犯罪了 他没有 拜登现在是说他在饭店里面却无所事事 他没有说他遥控嘛 因为他这个需要证明 因为事实上目前这些案件还在诉讼之当 那已经有700多人被逮捕 有173个人已经被起诉 可是还没有办法证明川普直接涉案 就知情啊 因为如果你你可以证明他知情或事先知道 那恐怕就脱不了关系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拜登只能够说他不负责任 所以说你明明就在现场 你却不处理 那导致了这个民主的超级丑闻 可是这个部分拜登说的还有一定的道理 可是一年来一会什么都不面对 这个他很难自圆其说 就是说就放任川普主义继续蔓延 那一直到现在 共和党有超过一半的人 不承认拜登当选 那全国的选民有将近30%不承认他当选 这蛮严重的 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国家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说 这几乎已经是在内战边缘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的一个两大党之一 已经基本上就是跟你完全敌对了 而且甚至还否定你的正当性 而且正在被一种狂热主义所控制 而且眼看这样的一种狂热的川普主义 在今年的期中选举 仍然会是主要的思想 因为没有人敢挑战他 我讲共和党内部 就是川普他即使不足以让你当选 因为美国毕竟都是单一选区 他也许不一定能够让你当选 可是一定可以让你落选 他就具有这种摧毁性的力量 所以所有的共和党候选人 我认为不会有人公开挑战他 不会 比如说今天本来他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记取1月6号国会暴动 有一个祈祷会 就共和党没有人参加 对 没错 没有人参加 因为你去参加就被点名 那川普一定报仇 所以他已经变成这个局面了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讯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